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看经本第38页第四行开始,第三十八页第四行开始,经文我先念一遍。 第四行, 未来节常休息。 刚才念的这两首诵,四句算是一首,念的八句算是两首。 这两首诵是讲的是供养愿。 供养就是供养诸佛。 什么叫供养呢? 就是里面呢,等一会讲的内容就知道了。 这个关于供养的就有很多的功德,以及怎么样的供养,在这首诵里面呢,有很详细的讲。 《愿朝面见诸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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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朝见诸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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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供养呢 就是拿种种的这个 包括这个物品 还有这个说的这个法 很多呢 这个是提供出来 羊是什么呢 就是羊啊 羊是对上对在上的 这个就叫做供养 比如说这个儿女对父母提供这个物品 或者种种的这个东西 都叫做供养 甚至于拿自己的这个给父母服务 做事情都叫做供养 那么我们众生学佛 对佛叫做供养 比如道场里边 我们对佛供的这个花啦 这个分的这个香啦 就是有香花供养 那么这个供养为什么呢 供养是普通讲啊 供养就等于啊 你有供养就有一种这个 很多的这个福报 福就是我们一般众生 都是希望有福啦 这个福不是偶然来的 比得有阴才有果啦 我们对佛这样供养的话 当然就有福报 那么这个福报呢 就是在佛法里边讲呢 叫做一个一个比喻 叫做福田 种福田呢 什么叫种福田呢 就好像农人种田 他把这个种子啊 在田里边种下去 将来就有收获的 那么我们修佛的人呢 供养那么这就是等于种福田了 种福田的时候啊 可是这里讲啊 广大供啊 不是普通的福田呢 种福田有很多种的 那么一般讲呢 有四种啊 所以凡是做这个慈善的事情啊 都你要做善事 必然有的福报啊 这是一定的了 那么做慈善的事情呢 有四大种类 第一种呢 叫做这个 这叫种福田呢 第一种种福田呢 就是去田 去是六区啊 你去向哪里 这个六道叫做六区啊 这个去田是指的是什么呢 去田指的是那个 出生道 出生道啊 那个当出生很可怜啊 他 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人权 出生哪有什么人权呢 现在尽管很多人呢 爱护小动物宠物 当他不爱护的时候 就把他放走了 那个小动物 狗这一类的话就是 那就很苦了 比如说现在在太北也好 狗地也好叫抓野狗 抓野狗抓到之后就 怎么处理 那就很苦了 那么但是现在啊 在北部也好 东部也好 他有一个慈善人 这也是佛家的 他专门呢 成了一个组织 这个 三世这个流浪的野狗啊 统统把他收 收着去 收着他在一个地方啊 全一个人在那里啊 专门 喂他吃东西 也放着这个念佛的录音带 让他听一听 这就是 中的这个去田 对于这个出生道啊 让他 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身体啦 种种对他有一种这个 救济 这个等于是一个福田 种福田啊 这个福田是种在出生道上面的 那么 第二种呢 叫苦田 苦是很 那些贫苦的人 对于那些贫苦的人呢 他缺乏的很多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上呢 发起什么 饥饿三食啊 那就是专门是 救济 国外的那些贫穷的那些人 你饭都没得吃的 那么像这一类的呀 就叫苦田啊 还有呢 一种恩田 恩田就是对于我们有恩德的人 那么 凡是社会上 对于我们有任何有一种恩德 那么都要报答的 古时候大家知道 韩兴 韩兴在 在少年贫穷的时候 没有饭吃 那个河边那个 有一个妇女啊 河边这个洗沙呢 洗了个织布 洗了个布沙这类的 送他一碗饭跟他吃 到韩兴 这个发达的时候啊 他就想尽办法找到别的地方 还要报答这个 那个那叫嫖母啊 在河里面嫖 嫖布洗布啊 抱这个嫖母 这就是恩田 那么我们一个人生呢 受恩最重的是谁啊 受恩最重的就是父母啊 所以这个要报答父母啊 这就是报恩的恩田 那么再一种呢 那就是德去 德就是啊 修养这个道德的 我们不说 人人都有这个德 可是我们这个德呢 没有这个老师给我们教导的话 我们这个德啊 发不出来公用 所以儒家的这个大学里面讲 再明明德了 这个明德就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本有的 可是你这个本有的明德 现在没有发出来这个光明 没有发出光的作用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三父众生呢 都是各种的这个 贪这个贪求那个心理 迷惑颠倒什么都不懂啊 就把自己本有的东西遮蔽起来了 教育什么呢 一切大学的教育啊 大学教育不是现在人所讲啊 上大学你学什么 哪一门学 那都是一种这个 世间的一种这个 很粗浅的那种教育啊 真正的这故事和大学教育 就是启发你的本有的智慧 本有的明德了 就大学知道儒家讲的 再明明德 把你明德把它发明出来 那么儒家的这个是这样 佛法对面的佛法更是如此 佛法最重要的就是要你 叫我们明心见性 把我们本性 我们这个明德能够发出来 那么发出来我们就是说 这个本性上面是万德万能啊 一切这个德 一切的能力完全具备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后边这一个田里叫德天 德天是什么呢 反而是教导我们 让我们开发自己的这个本有智慧的 让我们能够成圣人成佛的 这就是德天呢 他能叫我们报答他 这叫德天呢 这个四大中 四大中啊就是有供养 我们供养 供养佛 供养佛属于 种这个道德的这个德天呢 其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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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种当然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种父母天啊 父母的报恩天 嗯 那么 究竟那些畜生 究竟贫困 这个都非常重要啊 但是选择选择其余的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 呃 跟世间任何的学问不同的在那里 世间任何的学问都用我们呢 啊 只能够帮助我们 啊 增加一些这个世间的这些财富啊 啊 名利啊 啊 再说是讲什么一个 给你一种这个权利啊 一种权位啊 如此而已 他不能够帮助我们 解决一个人生的这个生生死死的这个大问题 他没办法解决 所以必须有佛法 佛说的这个法出来 我们照这个法来 来学的话 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想想看 哪一个恩德 比这个大啊 所以这个是至高无上的 嗯 那么这个广大供啊 这个 供养 种富物 种福田呢 有这个几种 这是一句种的意思 分开来讲 这个广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怎么样才是广大了 嗯 祖师的诸解 它是这样 就这个 这个广大的形象来讲 行就是这种行为 像呢 你这种行为 就有一种这个像啊 我们用佛法讲是桌像 但是有行为一定是有像的 这个形象 这个形象上面呢 有三种 三种这个大 表示这个大的意思 嗯 是 我们供养啊 究竟怎么供养法子呢 嗯 我们就 嗯 拿这个香花去供养 供养 供养 你要懂得这个供养 供养的一个 这个道理啊 这个道理啊 不同道理的话 那就是一朵花啊 那烧一只香 这就行了 懂得这个道理呢 就不得了了 所以要专门看我们心如何 第一个说 你在供养的话 要发心 发心 你的心呢 是广大无边的 嗯 你提出任何一个东西 来供养佛的时候啊 那就是你 你在你的心里说 你这个 甚至一朵花 不仅仅这是一朵花 也不仅仅是供养这一尊佛 那么你说这个 这一朵花代表是无穷无尽的这些花 这些花 供养的佛 就是无穷无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读佛 这个 这个才是心大了 发心要大 是讲的这供品 是供养的这个物品 供养的物品 你无论哪 什么样的物品 这个是 就是在乎个人了 在乎个人了 在乎个人有多少 这个 经济能力 啊 就怎么样供 没有经济能力的话 什么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们中国 我说个比喻 我说个比喻 中国这个 诗经里面 叫祭祀啊 祭祀的时候啊 那当时那个 那个大皇帝 你诸侯的国庆 那个祭祀的公平多么 多多贵 多贵 贵重啊 但是你怎么呢 没有钱的普通人呢 你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地里面呢 在野外呀 采一点的是这个 就是 野草回来 野菜回来 那么拿这个去 供养也可以啊 嗯 用一杯这个水 供养也行啊 所以这个 嗯 他 这个 随便任何一个物质 就看你呀 这个 对于这个物品 供养的对方 你跟他 对他诚信不诚信 啊 恭敬不恭敬 这个物品只是代表一种 那个表示自己的这个心意而已啊 那么这个佛家也是这样 佛法你无论 用这个 在贵东的物品也好 最很少数的一个 呃 微不足道的一个物品也好 只要你心里知道这个 供养这个道理的话 他表示你的这个恭敬啊 啊 那你这个供 供养呢 也就是啊 无量无穷的 无穷无尽的 那也是大得不得了 所以 菩仙菩萨讲那个供 供养 这个财供养也好 什么供养也好 都是 不说的 一说都是这个 啊 呃 无尽的 这个无尽我们要懂的这个意思啊 不懂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说无尽的那些财物 你到哪里去办呢 那些财物 办不到又去烦恼了 那就是那些修佛不是 你都没有修得好啊 意思 懂得这个时候 你任何一个都是 在你也提出来 供养 这个都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这个是呢 供养 在这里讲是供居 居是供居 供居啊 那么在菩仙这个月里边 也是 不是普通的 也是大 非常大 刚才讲了种福田 种福田呢 分别有四种啊 大概讲有四种啊 四种供佛 你就是种的这个得田 得田有多么大呢 普通你在世间 这个田地啊 都有一个界限的 这是你的田 这是他的田 各有各的 可是这个田呢 无限的啊 没有止境的啊 没有境界的啊 这就是有供养佛 他为什么没有境界呢 你供养佛 这个说个比喻啊 你所得的啊 其实是世间的那种这个 那种这个有限度的福报啊 你供养佛 你是得到佛法 开发智慧 智慧是无穷尽的 所以这个福报也是无穷尽的 所以这个福田也是无限制的 这个福田呢 也是 不是平常的福田 但是就这个形象方面有三种这个大了 比较大 再呢 后面有三种 就这个德与能力这一方面 德是道德 能是这个功能 嗯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就这个德能这方面呢 也有三种 相比 嗯 深入一层了 福是福 德是德了 比如说这个 梁武迪啊 问这个达姆祖师 他说我啊 这个造这么多的福事 这个 这个 做了这么多的善事情 有多少功德呢 达姆祖师说啊 没有功德 为什么没有功德呢 嗯 功德与福啊 是两回事情 福就是福报 功德是就这个出世法来讲的 梁武迪有他的福报 哎 但是要有福报 可不可以转为功德呢 可以的 这就懂得不懂得道理了 不懂道理的话 就是做事件多少善事情了 啊 你家里钱财很多 你把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的话 做善事啊 做善事啊 你还是福报 你不懂道理 还只是一种福报而已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的话 你不管怎么做 不管是都是少 都能转化为功德 这个怎么说呢 就必须要懂得心法的 嗯 懂得心法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把这东西 财务也好 这种我们的这个 说的法也好 当然更是这样了 我们用我们的能力来帮助人家也好 哎 这个都是啊 一种施舍啊 不施啊 不施啊 不施出去 就是 把我们这个 众生都一种贪 贪 贪求的心理啊 由于是贪求的话 你的本性于是开发不出来了 你于是能够不施出去 嗯 供养也是把这东西提供出去吧 你于是这么做的话 于是 把我们这个 贪求的这个心理啊 吝啬的这个心理 这个这个 把它 把它 除掉了 这个除掉的话 所显示出来就是本有的功能 这个 这个 智慧 这个就是因着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能转变把我们开发自己内在的这个 这个 明德 这就变成功德了 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 你就是我们家里开了好几座银行 我爸好几座银行不出去 不出去 希望我们将来都得福报自己享福吧 这个就不行 这就不能转变为功德 啊 所以讲的话 讲那个德能的方面 只看我们的心理啊 心理的话 我们拿任何很小的东西出去 它的意思是在我们 除掉我们自己这个 一种这个舍弃 很难舍的这种心理啊 嗯 这就开发自己功德 这就变成功德了 这就变成功德了 就这个 德能的方面 一种心 这个 这个供养这个大量是 它包含的功德 非常大 福贤菩萨 讲那个供养 它是 当然 它这个理论很深的啊 我们能要这个道理的话 我们供养出来 嗯 我们随便拿一朵花来供养佛 我们就能够把我们这个心呢 本有这个德能够开发出来 所以这个德 这种功德 嗯 在别人看只是一种福报 但是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一种 转定为功德 这个功德 大到什么程度呢 也是无量无必的 德能方面这个大啊 叫做因大 因是因果 因啊 你供养就是个因 嗯 这个因呢 好想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供养呢 普通讲这个动机啊 你这个动机在哪里啊 这个供 普贤菩萨的供养 这个动机 这个因呢 非常清静的 嗯 纯 这个 一点这个 其他的这个 嗯 很附带的 有什么企图都没有的 纯粹 就是 供养佛 供养佛就是 为这要是 得开发自己的智慧 所以这个因呢 非常清静啊 在祖师杜节 他说个比喻 清静就像那个虚空啊 虚空的这个万里无云的 那个一片那个那个晴空啊 啊 这片晴空 嗯 你说 嗯 他这个空的本身呢 嗯 他就是 嗯 什么东西他也能够容纳 嗯 是好的也好 是不好的也好 真的也好 假的也好 都在这个虚空里面容纳的 嗯 那现在我们说是啊 这个 这个 天空里面出阳层被我们人类破坏了 嗯 这是不好的 那么还有总统的这个 呃 显出的总统的有 你要下雨没有云不行 有云才有云 这个好的原因也是好的 总统是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通通在这个虚空里面 嗯 讲到这个真正的实际的时候啊 这些东西呢 真空比喻本性 本性是清净本然的 嗯 你任何人为的什么 对它都毫无伤害 所以这个 这个阴呢 这个阴呢 就是讲这个 这个阴大了 就像一片晴空一样啊 啊 你不管是 是一种这个 啊 世家的这些 啊 生生灭灭的这个 啊 生灭无常的 固然是在这个 空里面了啊 啊 啊 那么就是不生不灭的 那个长法 也是由这个本集 啊 来显示出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就这个 世间法 啊 生生灭灭的 因果 这也有因果吗 世间的因果啊 也是在这个 虚空里面 初世间法 也有因果 我们 我们现在 学佛 将来 得的果呢 正的果位了 正果啊 初步的是 了生死的 这个果 进一步的 这么大 国成佛了 就是 就是 不生不灭的 一个长果了 无常的果 常果 那虚空来讲 都在虚空里面 就说 比喻啊 你不能说 把这虚空 当作本性啊 那虚空来 比喻我们本性 我们人的本性啊 众生生死 也是 在本性里面 生生灭灭的 包含在这里面 不生不灭 生死 解决了 啊 这个 一切都是 得到大自由 大自在了 还是 这个本性 所以 长 无常的也好 永恒的这个 长也好 都是在这个 本性中 所以你 发心 这个重的因啊 不是别的因 嗯 不是求福报的因 而是啊 要求 疗生死 求成佛 这个因 这个因才大 这因大 那个发心工样 这个实践来讲 我们说是 对任何事情呢 做实现的 永久的这么做 这叫实大 这一次 这个流动大了 讲过了 后边这一首 愿 愿持 诸佛 为妙法 佛先生 叫他自己 也是这么做的 叫众生 也是这么做的 就发这个愿 持啊 就 直持住 抓住不要放 诸佛 为妙法 诸佛 任何一层佛 都有这个 唯妙这个法 啊 妙法 比如说这个妙法 练花间妙 那 这个妙的什么程度啊 那个诸佛 是说一个妙子 说了九十天呢 你可想 当然可想而止 这个其中的这个 这个 好这个道理 有多 有多少啊 所以任何一层佛 都有唯妙法 这个 修佛的人 要发愿 要保持住 不要放弃 光显一切菩提行啊 用这个智慧光啊 来显现一切菩提 菩提行 嗯 菩提行就是啊 这个 度化众生 上求佛法 下化众生 这一切是这样 就近情境 普无限道 呃 那这个 你行菩萨道啊 你 行什么样的菩萨呢 行像菩营菩萨 这种菩萨道 菩营菩萨 这种道啊 是清净的 旧净的 那么 这样的话 到什么时候呢 静无以来节 静无以来节 常休息 永恒的这么休息 那么 那么 方才讲那个 那种六种 供养六种大了 六种广大了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八句 八句的意思啊 把它 呃 喝起来对调一下 那么 这个 第一句 第二句 愿长面见诸如来 即诸佛子众围绕啊 那就是说 这个 供养谁呢 你的供养对象是 一切的佛 一切呢 所有围绕佛的那些 佛子 这个对象不得了啊 这是佛 福田的 你种这个福田呢 没有任何福田能够比得上 这是第一 第二句 第三句呢 于比皆兴广大公啊 那么 这是一方面 这句话是 总起来讲 广大公啊 是总 总说一句 那么 这个 也就是 他的供居 啊 供品 这个是广大的 第四句呢 敬未来皆无疲烟 你发心 你发心 来供养的话 你这个是 没有品验的时候啊 这就实际上这么长久啊 这就发心太大了 心最大 第五句 愿持都佛为妙法 第六句 光显一切菩提醒 那么 都佛这个为妙法 就是一切佛法 你学这个一切佛法 这个正法 学这个正法了 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 念佛就是 唯妙法 那是 用这个这个 特别的这个 正 正功夫 正行啊 菩提醒就是正行啊 那么 所以这个 第五 第六 这两句呢 你修这个佛法 这个正 菩提醒啊 唯妙法 就是 所学的功德 也是大得无量无边的 哎 你有这个 能够这样 那个 呃 守住这个 这个菩提醒啊 刚才我讲是 你 做任何的功德 你懂得佛法 懂得心法了 你的任何佛 福啊 福报啊 都可以变成功德 怎么道理呢 就是在这两句 你 懂得佛的唯妙法 你做任何事情呢 你都是 是根据佛法来讲的 来做的 嗯 没有其他的这个 呃 另外的企图 嗯 纯粹为了佛法 嗯 你这个 行菩萨道就是 上求下化 纯粹随随的来是 多化终生 你这个就是 所 包含的功德呢 就是无量无边的了 那么 第一七句呢 就是这个 音大 那究竟 清静菩萨道 你这个出发点 动机 就是这个菩萨菩萨 这个大悦呢 你的音哪一个音 能够笔得上你 你这样的音呢 所以这个音大 近未来节呢 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遍 我 我与一切诸由中 所有福至 很无尽 定会方便及解脱 活足无尽功德藏 一阵中有陈苏他 一踏有难思佛 一佛处众会中 我见寒颜菩提行 利益 利益什么呢 对于众生 有利益 有益处 你行菩萨道 为的就是要利益众生啊 那么这是 这两首诵啊 就讲这个 佛业菩萨他叫众生呢 要行菩萨道 要做利益众生的事业了 你利益众生 并不是在家里做的不动 那利益什么了 你用身体用言语 用的心里在意思 那就是 叫做三业 身口亦三业了 用身口亦三业 永久的就是 这个想到众生 怎么样这个 对于众生做的事情 对于众生有利益啊 所以这个呢 叫做 你做了这个 用身口亦三业 做有利于众生的事业的话 这是有益必有果 不会空的 所以也叫做三业不空嘛 三业不会落空的呀 你做了这个功德 我必然有得到的这个果啊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的文字先看一看 我与一切都游动啊 我与一切都游动啊 福音不能讲啊 我呢 在一切的都游动 游是什么呢 游是什么呢 游是叫这个 佛法讲呢 三界九地啊 三界 游界是一地 游界是个游界天 游界六层天 包括我们这个 下边这个 人家呢 地狱恶鬼图上的这个 这个游界啊 是一 一个地 一图 这叫一游 那么上面呢 这个游界有四处啊 就是 五游界有四处 就是 三界九处 也就是三界九地啊 三界九地也叫做九游 游就是叫三界九游啊 整个就是一个三千大千 不管是在 天 那么这个九游 我们人家很痛苦呢 就是天上 天上高到这个 那个那个 五游界那个最高的天 他还是在这个六道之内啊 都是有痛苦的 那么在家一切 一切不止我们这个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 每一政府都有一个大千世界 那也是无穷无坚的 所谓一切度有种 你看看这个 这个愿大不大 他说我与一切的度有种 所修福治很无尽呢 我对话 对于这么多众生来度化他 那当然说修的福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 呃 愿意呢 你懂得不懂得方便 来能够得解脱 你修定修会 没有方便是不行的 活住无尽功德账 你说得的果子上面呢 上面三句是因 下面你这个得的是 或者是 读无尽功德账 嗯 这个功德啊 功德的宝藏啊 无穷无尽的 这是 呃 正到这个大国 正到福国了 一尘中有尘数差 一围尘之中 啊 一粒围尘 我眼都看不见 那个围尘 那个围尘中有尘数差了 一个差就是一个佛差 一个 一生佛的三千大型世界 哎 他有 有围尘差 有那么多的佛差 一个尘中有那么多差 这个意思 各位相信一下 哪里都会实现呢 嗯 嗯 华言尽就是讲那个 事理圆容 事事无碍 叫无碍的境界 嗯 所以我们这个 没有 没有到那种境界 我们的 不可思议啊 你想就想不通啊 为什么想不通啊 我们凡复地 对着一个空间 一个时间 这两种观念 把我们限制住了 我们智慧开发不出来 你抛弃了这个 时空的观念 那么这个 围尘里面就有无数的 这个大型世界 无数的大型世界 可以容纳在一围尘之中 就是圆容的嘛 圆容无碍嘛 你这种圆容无碍 你能够发出作用啊 我们的世界 你想想看 哪一段事情不能成功啊 所以他这个一句啊 一尘中又成熟他 圆容无碍才能体会到这一句话 那么一叉中呢 有难思佛 每一个叉里面呢 有难以思 你想也想不到的 有那么多的佛 一佛出呢 每一种佛的那个地方啊 也有很多大众在那里集会 那么我见很一眼菩提醒啊 菩提醒菩提醒 我都能看得见 看得见 也就是愿意啊 这种佛在那里的说法 这种大会啊 永生的在那里 在那里说法多法众生 严呢 严就是严 这个这个这个说法呢 啊 菩提 菩提先生嘛 这个菩提醒菩萨 菩提醒菩萨参与那个法会 参与法会 他也是劝道领导的众生 也参与那个法会 就是上求下话 这首诵啊 这首诵啊 都是讲的 讲这个菩提菩萨 教人家度化众生 法行度化众生所得的利益 那么前面这一首诵呢 是讲重点是在这个 修的这个福之 然后得这个功德葬 那么后一首诵呢 是讲你这个修福修治啊 在哪里修 修的时间有多么长 两首诵有两首诵的重点 那么我们先看这个修这个福 修这个福之 怎么是修这个福之呢 所谓修福之啊 就是行菩萨道 你必须要度化众生 度化众生呢 你就是能够得到 一个是福报 一个是功德 普通做善事只是福报而已 但是你行菩萨道 你懂得佛法 懂得心法 你能把这个福报 转化为功德 所以他能够啊 这叫福治啊 治是由功德来的 你这个得到福报 能够转化为功德 你都了不起 普通人呢 是度化众生呢 他不懂道理 自己功夫不到啊 人家功为他几句 他自己觉得是 自己 一种这个 觉得很 功高的心就出来了 这个 这个千万不行的 要不得的 所以这个 度化众生呢 能够得福 不能够得福的 就看你度化众生 对于众生啊 这个处理的如何 你要能够转化众生 你要能够转化众生 不要被众生把你转了 这个怎么说呢 你要能够转化众生呢 你不管众生是他在什么地位 他是这个 怎么样的人物 你要认为 你是这个福 福法 你拿着福法 你要让他 这个 他就是做美国的大总统也好 他就是 这个全球的 都是他的财产也好 在你一看来啊 这个都是生死凡夫 都是有痛苦的 你基于这个出发点呢 你要转化他 让他能够领略佛法 你要不要让他 他有很多的很高的地位 很多的钱财 这样一来的话 你见他这样的话 就是迁就他吧 让他给你一转了 那就不行了 所以你行菩萨道 你必须要转化众生 转众生啊 不能被众生转了 你这样才能够 把福报转成 转成这个功德 然后你自然就开发智慧 这就是 普贤不得叫我们修这个 福知的 这个福知啊 修的是很无精 永恒的没有穷尽的时候 你那样复制 这个长期的 你有了定功 有了这个智慧 本身就是解脱了 不为世间法来 搀扶你就是解脱了 这样你最后得的功德账 无尽的功德账 无尽的功德账啊 佛法里面呢有两种比喻 一个是叫做这个大药王树啊 那时候在这个 那时候在这个 在这个学山啊 在这个附近的家 那个那个学山啊 我们说比如说是这个 喜马拉雅山嘛 那中间是有学的 那么 不一定指的那个啊 那个山上有这个药王树 药是医药啊 人有病的时候要吃药嘛 普通药啊 你哪一种药 只能治哪一种病的呢 那种药王树啊 好了 它任何病都能治得了的 我们众生全身都有病 你只要众生的碰到那个树啊 你眼看 你眼病治好了 这个耳听耳病治好了 身体一接触身体任何病就治好了 那叫药王树啊 那么得这个功德藏啊 就跟得到药王树一样的 这边就表示说啊 这个药王树啊 就比喻这个说法了 我们得到这个功德藏 这个功德藏的无尽的 啊 佛法无边呢 无边的佛法都在这个当中 我们也接触这个佛法 你拿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 众生呢 无论是 他这个 接触 这个眼而鼻涉身呢 啊 意思啊 这个 任何这个一接触佛法 他都能够 都能得到这个好的利益 那就是说 我们众生呢 身体方面也好 心理方面也好 都有痛苦啊 这些痛苦 身体病 心理的病 这些痛苦什么呢 那世间的那些药啊 当然可以治疗 那只是一部分 嗯 不能够彻底 这个能够彻底的治疗 就是佛法 世间哪一个医生 只能治某一部分的病 不能治这个生死的大病啊 生死的大病只有佛法 所以比喻这个 这个佛法讲呢 有一种宝 啊 这个一种都宝啊 叫做这个如意宝 也叫如意都 这个如意宝 如意什么的这样子啊 如意的意思 你要想什么东西 它都有什么东西 这叫如意宝 这个如意宝啊 那又不得了了 你看我们众生 认为众生 你所希望 你这个余望太多了 平均的人 他希望得到这个这个 这个钱财 钱财多了 愈度愈好啊 地位愈高愈好啊 那永久没有治经理 那么这个如意宝呢 你要什么有什么 你只要得到这个如意宝的话 你所求的 所想得到什么都有 所以这个功德账啊 有这个比喻 你得了功德账 就等于啊 就如同得了 得到了一个如意宝 那么这个 一些如意啊 佛这个功德账啊 功德账要什么有什么 它为什么要什么有什么呢 我们见到佛 就是学佛了 学佛 不是佛 拿很多东西给你 拿再多东西 我们用完了也就没有了 就等于一个家庭里边 你是个父母啊 你个父母也真是 真正要想对于你这个儿女的好处啊 你并不是说啊 我拿很多 这个房地产啊 拿很多这个这个股票给他 这个靠不住的 你要让你的儿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让你的儿女的这个人情好 这样的话他将来自己 他可以能够要什么有什么 你如果拿很多钱才给他 他就把你败掉 还是贫穷的 没用处 所以这个 学佛我们见到佛 学了佛之后啊 我们自己所有的智慧功德开发出来了 我们要什么有什么 所以这是如意啊 无尽功德账啊 成为佛都有这个无尽功德账 我们没成佛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不能得不到受用 所以我们念佛 念阿弥陀佛了 一句阿弥陀佛就包含这个无尽藏啊 我们前面讲那个 这个 这个药王术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药王术 讲这个如意宝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如意宝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之后啊 一切的佛理佛法都包含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我们各位老佛陀佛都知道 你遇到任何有什么心理烦闷的时候 有什么苦恼的时候 提起一句佛号 什么都是严消云散了 这就是一句佛号它就有这种作用 这些还是小作用的 真正的作用到这个寿命中了的时候 就凭着一句佛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啊 把这个六道能够凭着这个就出去了 就功德上功德来讲的话 他的功德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学行菩萨道 一方面要拔众生的痛苦 一方面要给众生种种的安乐 那个如意那个药王树啊 就拔众生种种的一切的痛苦啊 拔苦啊 这个如意的话 众生希望得到的话 统统给他 这叫娱乐啊 拔苦娱乐 这个统统都包含在功德上里面 那么后面这一首节呢 就讲啊 你这个修这个佛制啊 就是在一尘之中 任何一尘之中 就有那么多的这个佛刹 没佛刹就有那么 这换句话说 你把这个推敲推敲啊 无视无处 不是修行菩萨道的地方 没有任何时候 无论什么时候 都是修菩萨道的时候啊 所以这个世界在一切佛的动会之中 那么我见恨言菩萨行啊 永恨的 并不说我到哪个道场呢 才看见佛呢 那不在道场有没有 不在道场你懂得这个菩萨 这个大院的话 你见到任何都是看见佛 都有 你都了解 都有佛在那里演说佛法 常常跑 常常爬来 哎呀我念了念好 这个念头跑去了 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 哪里都是佛 这个念头跑到哪里去吧 跑到时候 听话还是在佛的那个 清醒发生里边的 我们又恐怕说啊 我们这个念佛不能往上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那么遥远呢 你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 怎么遥远远在哪里啊 这个 你把这个时空这个观念 这一撤出的话 严谨就是啊 一切的时候 一切的地方 你依据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一吃 一吃得好就是 这个一念相应 一念相应了就不得了了 古代祖师讲 一念相应一念佛 就在这个一念相应之中 你就见到这个佛的功德下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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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在上的啊 这个就叫做供养 比如说这个儿女对父母提供这个物品或者种种的这个东西都叫做供养啊 甚至于拿自己的这个给父母服务啊做事情都叫做供养 那么我们众生学佛 对佛叫做供养 比如道场里边 我们对佛供的这个花 分的这个香 就是有香花供养 那么这个供养为什么呢 供养是普通讲的 供养就等于 你供养就有一种 很多的福报 福就是我们一般众生 都是希望有福了 这个福不是偶然来的 必得有因才有果了 我们对于佛这样供养的话 当然就有福报 那么这个福报呢 就是在佛法里边讲的 叫做一个比喻 叫做福田 种福田呢 什么叫种福田呢 就好像农人种田 他把这个种子啊 在田里边种下去 相当于就有收获的 那么我们修佛的人呢 供养 那么这就是等于种福田了 种福田的时候啊 可是这里讲的广 他是不加地的 叫做福田 啊 我们先去求求